READY TO RIDE 瓜瓜姐说 你听我说 好今天来看一场星空杯的杯赛 星空杯是 每周都会有的一个国内的 给二线选手参加的比赛 但是随着魔兽现在 整体环境的变差呀 会有一些一线选手 偶尔也会过来去赠点零花钱 这次对阵双方是吉吉猫 这是以前叫TBC的赖久王林 打得很赖久很龟宿的王林 对上的现阶段 可以说是最强受阻的福克斯 福克斯刚刚夺得特斗杯的冠军啊 他是战胜的谁 来着 好像是把 令神在决赛里面 4比2赢的嘛 我记不太清了 那场我没看 我现在也跟以前不一样 比赛也不是每场都能看的 学赛也没看到 点可惜 之后有机会的话 看有没有精彩的 这个令跟福克斯之间 受阻力战的场次给大家做一下 先自打科技之主 TBC这位选手其实玩法跟其他王林不一样 现在的核心都是狗流打猎头 为什么呢 因为大约在一年多前 当时王林用科技之主被手术打得挺惨的 都觉得 科技之主打手术不是搞笑的吗 后面发现狗流还不错 用狗去打了 这场我们看到TBC这位选手啊 还是在用科技之主 前期的打得出本回城吗 打不出来 但是宝物是 宝物是被拿了 节奏很奇怪啊 那福克斯这边很尴尬呀 但是你说福克斯血亏吗 你说这一锅福克斯肯定亏 但大局上面福克斯一点都不亏 这就是科技之主比较弱的地方 这可是120跟HAPPY都无法攻克的难题 就是前中期太弱了 这个打法 肯定是被猎头给压着打的 这里TBC绕过来 这是去搞你的商店 那上帝让你拆呗 先知虽然说残血 他慢慢回回来还挺快 我们看 12345 上帝打老虎 先知链接状态差点 没有任何的关系 本来幽幽灵狼的cd时间就很快 而且打那个紫药瓶 这紫药瓶 是关键 DK过来直接一发c 你丢c才丢闪电 紫药瓶瓶瓶瓶是不是有点果断呢 好像还行啊 因为可以瓶的时候去绕桩 我刚说完还没有绕 还在追 这样子追往里好亏啊 别人是能练及的 蜘蛛还得死一个打爆了 蜘蛛会死吗 好像肯定是要死的 好亏 打爆一个商店 自己死个蜘蛛 血亏 先知都快到三级了 TBC这位选手 他的操作比较差 所以 就可能不太适合目前的 亡灵这个版本 现在的亡灵就是操作越强 就很明显 这个亡灵选手就会更强一些 这是一个打操作的版本 TBC这位选手他打的是战术理解 他很非主流 就比如说 大家都用狗的时候 他还在用科技蜘蛛 但是我印象中啊 他打兽族会出什么来着 会出骷髅海 会出蓝屋 就很有意思 全世界这么玩的亡灵选手只有他一个 而且有些时候会有起效的 这场装备也很好 头环 抢那个支帝加三 大祭大祭 大祭死了 要贴满药膏 还得花66块钱了 对不对 一个药膏只能回400点血 你这大祭700点血 想回满两个药膏才行 好 威压出来 偷钻链 这段时间限制都快到4级了 DK只有两级出头 小心啊 这么嚣张 这是斩杀线了 有药膏来了 那问题不是很大 这个点不会也被福克斯抢了吧 死一个猎头 无所谓 你两个英雄焦光几乎所有的状态 杀一个猎头 点的话还是受阻的 家里面开始转型法师 祖宙神伴在升级 蓝屋的专家级 哎 哎呦 没有来得及抢 这种战术群一拳手的这个赠面操作 还是差了一些 那现在这个时间段 福克斯几乎就可以 找王林家门口所有的点位 自无忌惮 没人可以阻止他 福克斯自己不想念这个 这波级 福克斯自己走了 王林赶过来 连他一起练掉 但是福克斯绕了过来 哦要抓这个点 有点过分啊 别人有球了 你确定要抓吗 蓝屋出来 专家级的蓝屋是可以上 对上这个防热buff的 然后上个大师级可以放残废 火销直接开了 几个意思 点错了吧 就给没看过福克斯第一视角的观众们科普一下子 这位受阻选手 众所周知 他的操作非常的硬 非常的强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顶道具全是用手点的 就是以前他在某牙那个时候有直播 我当时下午就选看他的直播 因为他打的特别的有意思 他道具全用手点 但他操作特别特别特别强 就很离谱 然后他编队也很奇怪 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兽族选手 像 蓝 蓝 搜印 他们 跟他们的编队情况应该跟我都差不多 功能兵都会分开 但福克斯都是 50人口以内 他变一大队 变一大队 除非有狼奇会 偶尔把狼奇单独分开 然后他操作就 感觉 怎么说呢 我也很难说 我觉得这种面对方式操作会很乱的 但是这兄弟就打得很好 反而是以操作著称 这很离谱啊 这啥玩意啊 这怎么地上有个智力加三 还是什么装备 这里加速上去抢了个装备 但是自己也是死掉了两个猎头 交了无敌 死了一个猎头 交了大无敌 交了回尘 福克斯打的还是有点猛的 因为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 打福克斯怎么打 NZ他英雄 他有些时候他无敌用鼠标点来不及点 他就失误了 英雄就死了 这个小小的秘诀 但是两个来兑换兵的话 就会发现这兄弟 这种框点 分配 分配这个兵 集火的 这些细节 跟意识 都很到位 这里TEC开始 他招牌式的分 骷髅扫扰了 很讨厌 这装备有点厉害 大法师的光环 这光环再配上盒子 基本上魔法是用不干净的 而且有个很知名的点 刚好出的是 法师部队 正常来说 亡灵这两个盒子 去给三英雄跟法师 去回血回魔 有点不够的 基本上 回个几分钟 有个盒子就干了 但是配上大法师光环 简直 有如神柱 没有更好的光环了 这些男武可以 肆无忌惮的放buff 然后放残废 招骷髅 福克斯开始转白柳 转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已经有一个 专家级的白柳出来了 我们看到福克斯 学的冲击波 这冲击波还是挺针对的 他知道自己 有头人上不去 上去就被残废 你的驱散根本就不够 白柳就两发驱散 还得放离婚恋 诶诶诶 诶诶 有个吹风 这吹风厉害了 去一下子 去的是骷髅 白柳只剩一发去了 冲击波 有没有波出来 这把吹风好厉害啊 但是打死了一个 满蓝的蓝物还不错 冲击波 这个波的一个寂寞 蓝色的冲击波 还是一如既往的 够玩啊 能秒掉吗 大雪直接磕掉 双方这部弹拼得很激烈 然后来一下 残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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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死掉吗 灵火灵泡了一下子很硬 可能直接磕个血瓶 这血瓶其实磕了 也没回多少血 但是脱离了斩杀线 就能往前走了 诶 磕作竟然吃了一个胖子 真的是难以置信 这里 TBC 操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几乎他有白流 C一下子 英雄魔法也打光了 把盒子也加光了 这还是在有大法师光滑的情况下 但现在福克斯也不敢追出去 兽族一旦追出去 反手被放两个残废 如果没有加速卷轴 就走不掉了 我不要好强啊 还要上吗 回去补给一下吧 假如车 哇 真是骷髅海 而且木头很多 一会可以生瘟疫 这盘真的是把亡灵这个种族 能上的buff 基本上都上了个遍 除了铝还没出来 对不对 给你上瘟疫 给自己英雄上 狂热 然后 再招骷髅 上残废 其实核心输出点就是三个英雄 小黑上了狂热以后 疯狂的在那射裤头剑 把自己身体都给掏空了 一直都是没有魔法 好难受啊 你看这魔法叫的 你看这魔法叫的 身体都被掏空了 好可怜 就被停过 这波 bc存了1000块钱要过去吗 有点嚣张啊 哎哎 装备装备装备 又丢际上了 他格子是满的 他没注意 压着1000块钱 过来 5级先知 可以考虑去3级的电 怎么点啊 学来三只的狼 也是因为对面没有毁灭 学电的话去青骷髅 wc联机打法师也挺强 学狼的话 正面作战能力也不错 这里tbc压了1200多块钱 哇 这么嚣张吗 这50打70压了1000多块钱 能打赢 50打60 wc 这两兄弟上了狂热以后 在这疯狂的输出 去一下子wc 上残废啊兄弟 白流的没魔了 上残废啊 骷髅找起来残废放起来 哇 放技能啊 这里其实受阻操作压力 是更大的一方 因为骷髅的招出来 这里是不用操作的 但是受阻这些支票不对 远不停的拉扯很脆 再抬一手 哇 NC直接集火掉了小歪 王林这个三叶熊输出太高了 哎哟哟又是一把 NC 简直也要倒下来 无敌是躲的冲击波 正面竟然打赢了 哇 这个 各种buff加成的部队是真的强啊 这50人口A过来 等级好像也劣势 对不对 然后道具双方也差距不大 王林压了1000多块钱 50A过来 A死了60人口的福克斯 福克斯在背靠自己主机率的情况下 被一波捅传了 而且能明显看得出来啊 其实团战的时候 tbc的操作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这战术 虽然说有制盘还是挺 运气挺好的 达到了大法式光环 但是我觉得 再优化优化的话 让 紧急王林 happy120来玩的话啊 会不会有奇效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就听他们说 就说什么呢 就说tbc的打法就很奇怪 他有的打法 给其他王林来用 这又不是这种感觉 就比如说他之前 打moon嘛 然后用什么爆 也是这种蓝屋 脚肉车 瘟疫的打法 偶尔还能赢一赢moon 拿个一两分这种小分 就很有意思 完全是不同于120 happy这种操作风格的王林 不得不说RTS游戏 还是很有开发潜质的 那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兄弟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